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于唐山打人案件 今天的好消息是 所有事案人员 那帮人渣已经的悉数落网了 今天咱们聊一聊 事件当中各方的一些评论 在所有评论当中 最火爆的 最吸引眼球的 争议性最大的 无外乎就是张雨琪 在自己微博上的发声 听说他这条评论 已经自己删掉了 为什么删 我相信只有张雨琪 自己心里知道 好在我们这个网络 是有记忆的 我们看一下 张雨琪当时第一时间 他在微博上发的这条 关于唐山打人案件 他是怎么说的 好吧 这条微博 为什么说火爆呢 自他删除之前 这条微博点赞 差不多一百万 转发十多万 评论数万条 这个在张雨琪 自己微博下面 所有文章和评论当中 是最火爆的一条 可想而知 他的影响力之大 我们看一下 当时他原文是这样写的 他说 第一句话 人渣的成长一定不是简单形成的 这个大家理解 说人渣 说人渣 说谁呢 就说那些施暴者 对吧 第二句话就开始变味了 他说 眼下所及 只能从渣男下手整治 第一句是人渣 第二句就变成了渣男 很明显 他把这个范围的缩小化了 对吧 在我理解 在唐山这次打人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的 是一帮男子打几个女的 这个人渣和渣男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渣不分男女 但是渣男分男女 张雨琪借用这次唐山的这场这个刑事案件 这个非常造成恶劣影响的 这个这起打人案件 他把矛盾 从人渣指向了渣男 中国14亿人口 男的基本上占了一半 张雨琪你到底是对中国男人有多大意见 有些人可能还不服 张雨琪说的没错 对不对 那现场就是渣男 不是渣女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句话 他说 推卸逃避软弱 还有你们不会的吗 这话啥意思 刚开始 你光看这个话 你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说谁 谁推卸 谁逃避 谁软弱 再往后看 他说 中国男人都应该去服兵役 你看见没有 他再次指向了中国男人 他可没说现场的那几个 那几块料 他说的是中国男人都应该去服兵役 为什么 他说 先不说打人的混蛋是个什么什么 那是脏话 那就不读了 紧接着他质问 他说 旁边那些男的 你看见没有 他通篇对于现场施暴的那些犯罪分子 他其实谴责的力度相当有限 他基本上整个微博当中 他把他的绝大部分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什么 就是周围的旁观者身上 他这个气不是气打人的 不是气那帮的人渣 而是气周围这帮男的 看客 你怎么不伸手呢 你怎么不帮忙呢 你这不初听起来吧 好像也有道理 对吧 因为张雨琪又说了 他说 你们一天到晚崇拜英雄 想当英雄 呵呵 到头来就是一只泰迪熊 对吧 这话说到家了 对不对 最后一句话 看来战狼的影响力确实大 都用来对付女人了吧 你看 他这个微博当中 你看似好像是 在心情非常气愤的情况下 一时激动 说了这么一段话 其实你仔细梳理一下 我觉得张雨琪这篇 微博还是有逻辑性的 第一句话是人渣 没问题 第二句话就开始把人渣 变成了渣男 再往后就开始 中国男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好像就是中国男人去服了兵役 好像就是一副灵丹妙药 中国男人只要服了兵役 就全部变成战狼了 他最后一句话 点提到战狼身上 我觉得问题就很大了 战狼 这是一部无精主远的 拍了两部的叫 英雄叙事方式 这么一部电影 大家看我的都知道 无精当中就是充当了一个 个人英雄主义 再加上一些集体爱国主义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不知道张雨琪对战狼这部片子 你是有成见的 还是对无精本人你是有意见 你为什么说战狼的最后的所有的能力 都要用来对付女人身上的 战狼惹你了 还是无精招你了 因为我是经常看外网的人 我相信大家如果说经常看外网 包括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公知 恨我党 他们特别喜欢用战狼来讽刺 我们国内的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动不动就是战狼那样 动不动就是无精这样 无精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直面回怼这帮人 对吧 说白了就是我拍部片子 想宣扬一下中国所谓的爱国主义 英雄主义 哪怕就是带一点个人英雄主义也好 比如一个人打 十几个几十个老外 对吧 最后自己战胜了他们 你们都觉得我简的假 美国这种片子少吗 超人 滴滴血 美国队长 漫威光拍那些英雄的那些片子有多少 一系列 对吧 每一个英雄人物还拍好几部 钢铁侠 是吧 哪个不是特别牛 那超人打完架之后 那发型都不带乱的 是吧 美国队长 你看能文能武 长得还帅 钢铁侠就更不用说 那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拍这下一部片子 稍微显示一下我们的个人英雄主义 就不行了呢 就被你们这帮人天天追着后边骂的 对吧 无精当时跟记者回复的就是这样 你们是不是贱呢 看美国人拯救世界 拯救宇宙你们都觉得理所应当 人家有这个能力 但咱就好不容易拍了一部战狼 你们就一天到晚没头没脸的 是吧 劈头盖脸的 对我们是一天到晚是指三骂 指三骂四 你们干嘛呀 你们是中国人的还是美国人的张雨琪 张雨琪你到底对中国男人 你到底有多大的心理阴影 当然了咱也知道张雨琪这一生啊 跟男的之间 揪揪缠缠 是吧 恩恩怨怨 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动刀的程度了 而且是他拿着刀 听说是威胁对方 是吧 从刚开始的王小飞 到后来的王全安 到后来二婚什么袁八元 到后来 劈了啪啦一大堆 无论是情耻也好 婚事也好 似乎他跟中国男人之间的这个纠葛呀 特别多 因此咱也能理解 是不是张雨琪对中国男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失去了希望 你觉得中国男人是一群太低雄 对吗 他自己也说 他说我这个人呢 就有一点缺点 就是我看男人的眼光不太行 这是张雨琪自己亲口说的 那我想想反问一下 你这一生啊 其实张雨琪这个年纪不大 还不到40呢 你怎么一路遭遇渣男呢 按照你自己说的话 你自己本身没问题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 人以群分吧 你怎么那么招渣男呢 渣男真的那么多吗 如果渣男没那么多的话 干嘛那么多聚集在你身边呢 你是个什么磁铁呀 那么吸引他们呀 你自己不要反思一下你自己吗 都是别人的错 就你对 是吗 另外咱要说一下 这个战狼啊 他形容的是英雄 就像张雨琪自己说的一样 崇拜英雄 想当英雄 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能把英雄的标准 强制在每个人的头上 我们当时看到有一个 当时打110报警的 一个周围的一个群众 他就说 你说问我后不后悔 我上当场要不要过去阻拦 他说我挺纠结的 为什么 他说 当时那么多壮汉 大家看视频看了 一个一五大丧粗 是吧 绑大遥远 对吧 有一个一个 还穿着衣服 大家看出来 一看就不是个善茬 假如说你是一个人的话 你上去赶拦吗 在当下 如果你拦的话 你就是遭遇一场胖揍 所以那个人就说 没办法 我也只能打个110 我实在是不敢出手拦 我拦 我也就是挨板砖 是吧 也就证明多了一个受害者而已 但是张雨琪是不分青红造白 把所有的石窥的全部扣在周围 这几个没有伸手帮忙的这几个群众身上 也许你张雨琪也许你在现场 对吧 你是一副侠女的作为 你出手相助 跟对方刀光剑影 那是你牛 你算英雄 但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能把英雄的标准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学什么赖宁救火 对不对 就学这些少年英雄人物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 把这些全部删掉了 为什么 很简单 你在那种紧急的危难的关头 当你自己没有能力 或者说没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保全自己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就像现在我们说的唐山打烊的电影一样 突然发生的 周围很多人你看一脸懵 不知道啥情况 你到底是双方互殴 还是中间有什么过节 或者说是个仇家寻仇 谁知道啥情况 是吧 一共持续了可能两分钟三分钟就结束了 人家没出手帮忙 你就利用你的影响力 在你的微博平台上 大家的鞭斥 不仅是鞭斥周围这几个看客 没动没省手的 而且你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男人 这么一个广大的群体 无耻 有些人说 张雨琪说话不走脑子 耿直 这不叫耿直 这就叫没脑子 知道吧 说话是要讲究艺术性的 你要会说 另外一个就是你作为公众人物 你利用了公众的资源 你占用了公众的平台 你有这样的影响力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不是说我想说什么 说什么 对不对 我由着自己的性子乱说 明星你是有社会责任的 像张雨琪就这种人 在我看来完全不符合一个所谓的偶像 或者所谓一个明星这样的一个身份担当 他不具备 他没有这样的文化 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素质 他更没有这样的情商 他明显属于一个低情商 低智商的这么一个女的 他是不是个花瓶 对吧 见真见智 咱对他的外表 不多加评论 起码 他在很多问题上的发言 有的时候他可能给大家一种人设 是一种直来直去 对吧 敢说敢言 这么一个形象 但在我看来 就这个没脑子 不负责任说话 也许就是为了图一时口快 为就是图自己爽 你今天是这样的话 你删着微博干嘛 张雨琪 对不对 你觉得你自己说这么对 你干嘛删掉呢 谁给你实际上压力了吗 还是你自己觉得不妥 你作为一个明星 你针对中国男人这么大一个群体 你发布一个这样的一个评论 你要不要出来道歉 很多明星都针对这件事情 人家出来谴责 但你发现人家的方向 非常的精准 我就是针对这次施暴者 对吧 我不论他是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老的也好 小的也好 你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就全力的谴责你 不是因为你是男的 打女的我才谴责 那我想问一下张雨琪 中国这么多事 每天也发生很多案件 有没有女的打男的 也有吧 我怎么没见你谴责呢 有没有女的打女的 我们经常看到校园霸凌 是吧 一帮女生 是吧 扎女 打几个柔弱的一个同学 你怎么出来不谴责呢 你怎么一看到男的犯事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 怎么这会儿你不讲究男女平等 你霸气女王 你只针对男人吗 就像你说的 战狼 都用来对付女人了 那你张雨琪 就是用来对付男人了吗 中国男人招你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对的是人渣 谁渣我们就对他 我们并不是指向性 是不是 把这个性别 把它完全对立起来 这个是非常恶劣的 这种给社会带来这种带风向 这种效果是非常非常差劲的 你还作为一个明星 你还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呸 你配吗 你 你搞这种性别对立 现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什么风气了 就是谴责中国男人打女人 这是这次案件的重点吗 讨论歪了吧都 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 不要把自己的关注点 放在男人打女人这个问题上 这是一次治安刑事案件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特别痛恨 就是那些有意的也好 无意的也好 在这个世界上带风向这帮人 女什么主意 我们咱就先不提了 他是不是有意的 他是不是故意的 我们先不妄加揣测 单就他这个字面上的这些话 这里边就存在很大问题 我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干嘛要删 对吧 你出来讲清楚吗 是微博强迫你删的 还是有谁是吧 给你施加压力了 你张雨萱不是敢说话吗 你说呀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看到类似这样的人发生了 我觉得你也多少留个心眼 对吧 这个大家情绪激动 是吧 一看那视频 大家觉得不爽 一看像张雨萱这类似的 这样的发生 觉得好像能抒发自己的一些情绪 代替自己 就赶快点赞 转发了 干嘛 冷静一下 来看一看 他说的是不是在点上 对吧 他指责的方向是不是精准 他是不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真的是好搞笑 好了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点灯和评论 咱们俩下次再见